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蓝猫快乐剧场 江苏的念影小朋友来信问 最近上课记不住老师教的东西 有什么办法能提高自己的记忆力呢 我有个好方法 情绪记忆法 我们可以经常回忆自己感到愉快的事情 或者幻想一下美好的未来 通过这些回忆增强记忆能力 情绪记忆法还可以巧技于心 通过巧技而成功的人 那可是非常的多 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 就是其中之一 在他家的衣架上镜子上 到处都沾着不同色彩的纸条 这些纸条上都写满了他要记忆的事 这样一来随时随地 他都可以记忆这些事情 久而久之 他的记忆力非常惊人 他之后取得的成功 和这些记录各种信息的纸条 是分不开的 念影小朋友 现在知道用回忆愉快的事 和重复记忆法提高记忆力了吧 一定要记住 记忆力是可以通过努力提高的 好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动画片吧 来猫 这次邪性表演 我们可得好好的录一手 没错 你说行一定行 我想好了 我们这么严 你叫蓝小猫 我叫飞小狐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小镇 这里有个传说中的宝物 某天我们在大街上突然捡到了传说中的宝物 好啊 争夺宝物 有洗脸 有看头 真是太棒了 小伟 Orchestra 你吃不上我 好喝很年轻 看我不要关神 我说冯小活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金子动口不动手 这不是要尊天演戏剧效果吗 认真演戏 对演戏 这是我的宝物 我家的祖传之宝 怎么变成你的了 飞小活 你这话就不对了 这宝物明明是我在前面那条大街捡的 真是秀才遇到病 你说不清我 我是秀才女士兵的姐妈 见关去 走 见关去 我怕你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你等着瞧她 这下棋正杀得过瘾啊 谁谁谁谁 这么扫兴啊 你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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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见了本官 还不速速下跪 大人 小人姓蓝名小猫 回老爷 小的姓非 名小胡 这贼偷贼脑的家伙 将小人的宝物偷走 还请大人为小名做主啊 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 你竟敢夺人宝物 将宝物撑上来 是 快 大人 大胆刁民 竟敢拿几张破纸来戏能本官 你们该当何罪 大人息怒 请听小人一言 大人可别小看这些破纸 他乃小镇之宝 不不 他乃我传家之宝 他可是唐朝有诗仙之称的大神李白曾经用过的纸啊 大人 宝物是我的 因为这盒子里的纸张是李白六 哦不不不 是李白八岁时某天吃饭后擦过嘴巴的纸啊 现在可是价值连城 大人 这宝物是我的 哎 做人要厚道 大人你看他长得尖嘴猴腮 说的话能信吗 这明明是我的祖传之宝 我的 好啊 那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纸张是你家的呀 你说呢 你又有什么证据啊 那你说你和李白家是亲戚吗 宝物可是我爷爷的爷爷流传下来给我的 大人 依我看来 这 哦 嗯 嘿嘿 妙计 那好了 现在本官要问你们一些与这宝物有关的问题 嗯 哦 你们要如实回答 若有不然 半字伺候 这 既然这案子与纸有关 而且这纸是李白用过的 那我问你们李白是哪人 回大人 这诗心李白是现在的四川绵羊人 大人 他说的呀 没错 疾病大人 这个我也知道 这样啊 哎 蓝小猫 本官问你 宝物如何处置啊 回大人 这宝物我本打算将它变卖换成银两 然后再去美容院好好的包装一下自己的形象 大人是有所不知啊 这年头是三分紫色七分打扮 但想要成为大明星很不容易啊 大人 你说人家的宝物 它能够随便变卖吗 很明显 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呀 哎呀 这宝物该判给谁呢 这李白既然是名人 他用过的纸 自然是很值钱的呢 大人 这宝贝是我家祖传的 该给我 嗯 你说的有些道理 大人 这家伙不论拿了人家的宝物 就当成自己家的宝物 你说这世界上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嗯 不错 你说的也有道理 大人 他是想把宝物卖了后 逍遥自在的吃喝玩乐 我们不能够这样对待宝物啊 哎呀 宝物啊宝物 你有理 他也没错呀 这道德是谁有理呢 千古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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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啊 耳等听着 既然两人既有理 但老爷我更有理 由于你俩的案件 耽误了本官宝贵的下棋时间 你二人各打三十大板 宝物在时 归归归衙门保管 来人呐 大型刺罢 啊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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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他要投住 따라 非小손就这天啊 菲菲 контрole 請蓝猫萝萝 马上 趕 до办公室 马上 ח clown 我来了 哟 chordileen表演成绩 feature bay 出来了 啊 太好了 我们是不是表现的很优秀呢 菲菲 蓝猫 你们无论在肢体语言 还是在情形表达方面都有所幸福 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们 表演是一门很高深的艺术 你们没有深刻的去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内心的情感表达 只是刻意做作的去传达你们对人物的理解 以后在这些方面还要多加努力 没问题 在以后的表演中 我一定会发布出更好的水平 提高自己的表演身体 这就对了 谢谢老师的指点 虽然表演还有不足之处 但我们不抛弃不放弃 欢迎进入今天的蓝猫问问答 看完了精彩的动画片 小朋友们如果对我们的表演有什么建议 可以写信或者拨打电话告诉我们 在说今天的话题之前 我们要揭晓上一期的正确答案 石油属于下列哪种资源范畴 正确答案是二不可再生资源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都回答正确了吗 好好加油吧 不过上海的鲁心小朋友 在蓝猫网站上留言 最近自然灾害那么多 地球会不会毁灭呢 鲁心小朋友 还是让我们的动画片来告诉你答案吧 地球会不会毁灭呢 宇宙万物有诞生就会有灭亡 地球也一样 太阳的诞生让地球拥有了一切能源 如果太阳消亡了 地球也必将毁灭 不过真正可怕的是 人类自己对地球造成的破坏与灾难 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 使得温室效应加剧 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 而温度越来越高 也使得地球上的灾害性天气 越来越多 小朋友们 为了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注意环保 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看完短片的介绍 现在我可要考考你们大家了 知识有奖劲答 下列哪种气体的大量排放 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三氧化碳 知道答案的小朋友 请赶快拨打蓝猫卡通乐园 11696200 我们有丰厚的奖品等你来拿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小朋友们再见 再见 我们是卡通船的小清零 我们表演做游戏多开心 手来手一起快乐的成长 为谁高教你最爱我最强 我们的心胸比海大 我们的智商比天高 我们是好好的好朋友 好朋友 快乐舞台快乐梦想快乐梦想 像是心中的方向 展翅飞翔 快乐舞台快乐梦想快乐梦想 像是心中的方向 展翅飞翔 像是心中的方向 展翅飞翔 做温敌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